NCC的確是在這個詹廷儀 剛剛我們看到詹廷儀 她就說我沒有查到有這樣的事情 這一句話已經注定了她下台的命運 所以請問她下台以後 之後的人還敢不罰中天嗎 你若不罰中天的話 詹廷儀的下場就是你們的表率 你們就準備一個一個 被民進黨的立法委員包圍以後 被蘇貞昌點名 蘇貞昌的前置言論自由 不是始至今日 大家記得2006年 她擔任行政院長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要整TVBS了 那個時候因為陳水扁的弊案大爆發 那個時候就舉了十大罪狀 要修理TVBS 民進黨的現在的迷思是什麼 我覺得民進黨是一個標準的 尤其在前一陣子 現在才4月幾號 4月7號的時候 還大肆的紀念鄭南榮 還有臉紀念鄭南榮嗎 選前鄭南榮 選後也鄭南榮 選前用鄭南榮來號召我們是最捍衛民主自由的政黨 選後呢 鄭南榮你們這些反對我們的言論 所以選前鄭南榮 選後也是鄭南榮 選前的時候呢 標榜這個言論自由 標榜到什麼樣的境地 到現在為止蔡英文昨天的談話還說 我們跟我們不會孤單的 我們有這個世界上的民主同盟啊 好意思講這種話嗎